这一讲主要介绍分质算法的一般描述和分析方法 分质算法的一般描述呢 我们写出它的一个地规实现的算法 这里是分质算法 它求解的是问题P 那么当P的规模足够小 不超过C的时候 有一个直接求解的算法 就是这个S算法 可以求解这个规模不超过C的死问题 如果规模大于C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始问题规约或者划分 把它划分成K个子问题P1P2PK 这是规约成子问题的过程 然后规约好了以后 就对这些个子问题可以独立的求解 那就是说从第一个子问题到DK个子问题 我们D规的来求解这些个子问题 求解第二个子问题的结果呢 就放在YI作为它的输出 所以第三跟第四这两个步骤呢 是D规的求解K个子问题的过程 每个都是独立进行的 当求解好了以后 把这些个解YI到YK放到一起来进行综合 综合以后 这就是综合的过程 综合以后 把这个综合结果输出 就是原始问题的解 这是分制算法的一般性的描述 那么这里边有几个主要的步骤 划分是一个主要的步骤 然后求解子问题 独立的求解子问题是一个主要的步骤 最后综合解是一个主要的步骤 这是我们分制算法的一般的描述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设计要点 一个是原问题可以划分 或者规约成规模较小的子问题 这个子问题和原问题一定具有相同的性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用同样的算法来求解它 比如说地规的算法 子问题的求解呢 必须要彼此独立 互相不能干扰 划分子问题的规模要一般来讲要尽可能的均衡 均衡的时候算法的复杂度会好一些 这个通过很多的实践证明了这个性质 子问题的规模足够小的时候 可以直接的求解 子问题的解要有一个综合的办法 综合以后能够得到原问题的解 最后算法的实现 可以是地规或者是迭代两种方式都可以 这个是它的设计要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复杂度的分析 这个是它的时间复杂度函数的地推方程 那我们看到这是对模对规模是N的原始问题的工作量 WN 这是对第一个子问题 它的规模是P1 就是加上绝对知识符号 表示P1这个问题的规模 它的工作量是WP1 这是第二个问题的工作量 一共是K个独立的子问题 这是DK个子问题的工作量 FN呢表示的是在划分子问题或者规约成子问题的过程 所需要做的运算次数 然后加上把子问题的解 这K个子问题的解综合起来 得到原问题解的那个工作量 体现在这个FN这个函数上 那么这个是初值 初值表示规模是C的这样的子问题 要求解它 直接求解有一个算法 那个算法的工作量等于C 这就是它的分析方法 就列出这样的地推方程 下面我们看一下 有两类常见的地推方程 这是第一类 这是第二类 那么第一类的方程呢 它反映的是子问题的规模是-1-2这样的减少 那这个是子问题变成N-I这样大小的子问题 它的工作量 子问题有AI个 这是它的个数 这是关于子问题的工作量全部加起来 这一项呢 是在分解成这么多个子问题 一直到把这些子问题的解综合起来的工作量 体现在后边一项上 这是第一类地推方程 那么第二类地推方程呢 这个是减1-1的这样的形式 是第一类方程 那么二分检索算法和二分规定排序 它的子问题是按照倍数 变成原来的减半 规模减半 这个也是规模减半 它属于第二类的地推方程 二分检索呢 是出现一个子问题 规定排序呢 是出现两个子问题 这是关于常见的地推方程 那么对于这两类方程的求解 可以有不同的求解办法 第一类方程的求解 可以有迭代的方法 或者是地归数的方法 迭代以后来求和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第二类的地推方程呢 它可以用迭代法 换源的方法 地归数的方法 也可以考虑使用主定理 这些个方法呢 在前面的讲课中 已经做过的介绍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类方程的解 第二类方程呢 就是这类方程 就是它的子问题按照缩小b 就是缩小的倍数 然后a是子问题的个数 这边是规约过程 和综合解过程的总工作量 这里边是一些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 当这个dn是常数 就是说在分解过程 和归结解的过程 是常数的工作量 那分为两种情况 当a等于1的时候 和不等于1的时候 如果a不等于1 就是子问题的个数 至少是两个以上 那么它的解是n的 落个以b为底的a 如果只有一个子问题 这个情况下呢 它的解就是落个n 这个结果呢 可以直接使用主定理得到 下面我们看到 在第二种情况 如果这一项的函数 不是常数 是一个线性函数 cn的情况 那就要考虑 a和b的关系了 a小于b的 这个解是on a要和b相等 这个解是n乘落n 如果a大于b的话 这个解是n的 落个以b为底的a 这样一个密函数 那么通过这种公式 我们看到方乘二的解呢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果 通常的算法分语的一些例子 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些个结果 把复杂度函数计算出来 就不再一步一步地去求解了 下面就把这一讲的内容小结一下 这一讲呢 介绍了分质算法的一般描述 它需要划分或者规约 成彼此独立的子问题 然后分别求解每个子问题 给出地规计算 或者迭代计算的终止条件 就是规模小到什么程度 可以迭代 就是可以直接求解了 有一个直接的计算的方法 如何由子问题的解 来得到原问题的解 这个综合的方法是什么 这是在设计分质算法 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它的分析方法呢 就是列出有关时间复杂度的 地推方程和出值 通过这些个地推方程的求解 可以得到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同时这一讲 我们也介绍了一些 常用的地推方程的解 给出了一些结果 这是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重与的情供 速度